你叫什么名 土豆 就这一个 咱不就这么一个吗 还不像 你不是鸡吗 只有这一个 大半夜的 你总不让我去偷个孩子给你带过来 到这儿见还是不见 见 大早早 老李刚带过来一个刚刚解救出来的孩子 你看看 是不是你儿子 好 娘娘 我憋不住了 我去 我陪她去 你 我 干吗 尿尿啊 你尿尿也不能在这儿尿啊 有厕所 去 坐住 好 邓曹曹 你别太失望 天亮就有一批刚被解救的孩子 你可以去看看 你啊 天门见过 彩虹观光 我今天不玩了 你刚才唱什么歌 不知道 你怎么会唱这首歌 不知道 谁叫你呢 不知道 我从小就会唱了 干嘛呀 唱 唱什么 唱刚才你娘娘唱的那个歌 没有 唱啥 蓝蓝天光 太阳光光 小狗吹着小蜜蜂 唱 绿豆仙眼睛 月儿弯弯 学萱 河里套着 学萱 学萱 你小的时候 有一批长颈鹿就这么大 你沉沉抱着它 你记得吗 还有你最喜欢的那个小自行车 那是你生日的时候妈妈买给你的 记得吗 你以前每个星期妈妈都带你去动物园 来 以前每个星期妈妈都带你去动物园 有一批你最喜欢最喜欢的小马 妈妈准备好多好多的黄瓜 我们一起去喂那批小马 记得吗 是皮红色的小马 老公 你看现在吧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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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走走 孩子今天晚上还不能留在这儿 在亲自宴宁 结果没出来之前 还是由民政部门赴予 小萱 明天我就催着他们去做培行 等结果一出来 马上就把孩子给你收回 对不起 来 小萱 妈妈对不起 你 我回来 你帮忙 你帮忙 我回来 你帮忙 走 骚托 快 快 咱们就过去 咱们都不在是 咱们都不没人 咱们就过去 咱们就过来 咱们就过去 咱们也处理了 咱们也用 咱们就过去 咱们都过去 小邓 手续你都办过了 一会儿就可以带孩子回家 谢谢你啊 队长 冯剑 那我有事先打 谢谢 谢谢他们 谢谢 姐姐 别碰我 你在玩什么游戏呢 别碰我 别碰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家 你知道抢一台电脑有多不容易吗 妈妈家也有电脑 比这还大 里面好多好多的游戏呢 那你们家有别的巧合跟我抢电脑吗 妈妈就你一个孩子 跟妈妈回家吧 给我玩会儿 这是我的电脑 那不是你的电脑 那是公家的 跟你妈妈回家 不是 去 必须去 你妈妈好不容易把你找找的 另外 我帮你找找妈妈 你应该谢谢我 小孩要懂礼貌 明白吗 好吧 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 我抱你一下 走 走了 小萱 你松开 你干嘛摸摸眼睛啊 赶紧松开 你干嘛摸摸眼睛 松开 赶紧松开 松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是哪儿啊 这是你的房间 小时候的东西妈妈都给你留着呢 我就知道一定会回来的 这些都是我的吗 都是你的 喜不喜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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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吗 这是你小时候 妈妈带你在公园门口 还记得吗 清明 好 出来去趟 怎么跑啊 快来 什么趟啊 分离 快吃糖 行 吃喜糖吧 蛋了 怎么着 要办事了 什么呀 我儿子找到了 喜事 大喜事 小敏 为了庆祝 邓曹操把儿子找回来 今天中午把盒饭 提高到十五块钱的标准 好的 我看还是散了吧 把这五块钱选下来 买打印纸吧 小敏听见没有 这就叫贵贵 这就叫贵贵 冯律 孙唐 你还知道回来啊 到邦市来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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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留给孙大盛 你的小弟弟 真口 下午开会的资料 为什么还是这一份 对不起啊 这几天因为一些私事 耽搁了 私事 你为了私事 就能一个礼拜不来上班 这里是慈善机构吗 我只看在孙南威的面子上 才把你留下来的 你要什么都不会可以走了 对不起啊 冯律 我现在就去准备 下午一点 必须给我 好的 孩子找到了 要不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你这个妈还是很失败 麦工总 喝点 谢谢 换口饵了啊 这天气斩凉了 喝着有暖脑味 谢谢 工总 这两天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不是跟你说了吗 出差了 那天打电话 您说当天就回来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也没见着您 挺担心你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没有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不用 是我的私事 那就好 这钥匙链上的子弹壳 怎么见了呀 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 我帮你一下 你要不说我真没注意 你心可真够细的 我不一直这样吗 我帮你去洗车啊 不用 我一会儿还要出去 您又出差啊 不是 私事 好 那我出去了啊 我先去洗衣服 你了 你还要去任何事 你去洗衣服 我看的 你去洗衣服 吃饭 好嘞 那一会儿见啊 太湿了 这个就行 可以了吗 对对 往这边再来两个来 一二三 我家太冲了 就这样吧 你还别说 收拾收拾 这是什么回事 家嘛 修理有个家的样子 恭喜你 再次找到生活的方向 你等着我了 什么啊 你等着我了 他真够有礼貌的 孩子呢 谁说你都留着呢 一夜以后就结婚了 本来呢 自己的专业一点用上也不太少 本来留着 别想留记忆 没想到还真给用上呢 这句话说得好啊 一切的安排都是专业好 还有一百周天就绿考了 现在这张桌子 就是我的战场 我一定要考过 这样我就可以独立挣钱 让我孩子过上好日子了 对啊 那谁 知道孩子长回来的 要是他 知道孩子长回来了 我愿意跟住了吗 我愿意吗 我愿意跟住了 那边在这里 那边在这边在这边 那边在这边在那边在那边 我愿意跟住了 其实这几年 我一直像个没根儿的女人 什么样的日子都过过 现在好不容易 小萱找回来了 我希望我能够改变自己 重新开始 我也希望我有能力 和小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能让她知道 不然她会想起一切办法 把小萱从我身边都走的 我饿了 什么爱啊 那是你妈妈 行了 留下来吃饭吧 我不吃了 我们家那个还等着我亲的时间 走了 行吧 萱萱 一会儿妈妈带你去超市 蛮好吃的啊 好 拜拜 走了 那我不送你了 好的 大机枉 你谁家的孩子 小小年纪给她偷东西你 太不像话了吧你 萱萱 干嘛呀你 这是你家的孩子 怎么了 偷东西 这么带 偷东西 你看 东西就在她手里啊 看什么好狡辩的 谁说这是你的 这是我捡的 你换我边境吧 萱萱 你换我边境吧 是哥哥丢的你还给别人 不还 这是我捡的 我凭什么还给别人啊 没有人归给你捡的东西就是你的 还给你呢 我就不还 你还我比你 你 你别的 还我 你别抢我 你别抢我 别抢我 去还我 好了好了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那这种事啊 就得找证据 我是这小区的保安 我带你们去监控录像室吧 到底是偷的还是捡的 一看就清楚了 走 看一看 看你们还有什么抵赖呢 走 儿子 萱萱 唉 别看这个啊 你把它调到那个 健身区那个监控 把那个 调到这个大画面上来 你换另外一个角度 不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吗 换个女孩吗 好 啊 停 好 保存下来 你易主当证呢 再一回在证据面前 看你们还递不递赖 小轩 把东西还给人家 我不 不然你道歉还给人家 就不 你要喜欢妈妈给你买一个 好吗 听话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听话 我不 你听话还在人家听见没有 我没人听歌坏了 你赔我没人听歌 死蛋 你说什么呢 跟人道歉 道歉 不 道歉 女朋友 我姨ères admissions 鸡腾 两个人 拥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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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让 我跟着你们来 是想跟小子说句话 有喜欢的东西 张嘴要 不能撒谎 更不能拿别人的 明白吗 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们保安现在看谁都像小偷啊 你把我的子弹壳给我 什么子弹壳 我钥匙链上的子弹壳 我没拿 不就撒谎了 你没听见他说没拿 那变形金刀他还说没拿呢 给我 没有吧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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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 看见没有 你还说不是小偷 这就是证据 所以别嚷嚷 也别逃避问题 孩子容易有坏习惯 他在外面这么多年养上什么坏毛病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得管 你要不管 别人就得帮你管 他有什么坏毛病 他也是我的儿子 要管我来管 不就一破子弹壳吗 怎么就能证明他是小偷了 你给我扔了 你给我扔了 扔了 这个子弹壳跟了我二十四年 是我十七岁当兵那年 打出第一颗子弹 你给我扔了是吧 谁让你说我儿子是小偷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女人 你要是个男人 我立马就 放倒你 我那时候再帮你 你把女人帮我 你把她搬打 你把他搬下 都在外头 阿姨 不高兴啊 她有女朋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你说啊 她都离婚五年多了 也该找一个了 她又再不找啊 明明可就大了 可弓箭就是倔呀 怎么说她都不听 我感觉她有女朋友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她跟你说的 没有 我觉得最近神秘兮兮 你怎么知道 轩轩 以后你要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你就告诉妈妈 妈妈会给你买的 千万别给你拿人家东西了 听见没有 我爸爸去哪儿了 爸爸 以后我打不过别的小孩的时候 可以找我爸爸帮忙 你反正是只帮不上 我和你爸爸分开了 我们俩的性格不适合在一起 我也很久没见到她 那她就是不要我了 她没有不要你 我们都很爱你 那她现在在做什么 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她现在 爸爸跟他们一样 是军人 他现在在执行任务 在保家卫国 我们现在能这么安全地生活 全是你爸爸 还有他们战友们 在保护我们 都是他们的功劳 你看他们帅不帅 太帅了 那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等他任务执行完毕 他就过来看你 那他现在可以不来看我 那你再告诉他 到时候来看我的时候 一件要穿的军装 这样才显得我有面子 看别的小朋友 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小乔啊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你是不是嫌我们 共建的年龄大呀 你是说什么呢 这床单不错 是挺好看的啊 好看是好看哪 这共建呢 就是要倔脾气 你说吧 放着好看的他不喜欢 非得喜欢那个 鬼没鬼眼的 他喜不喜欢不重要 只要您喜欢就行 这样我买下来 就当是我送您的 第一份礼物 邓曹曹你个大傻子 你花八百块钱 让我来给你收拾的吗 这个子弹盔跟了我二十四年 是我十七岁当兵那年 打出第一颗子弹 你给我扔了是吧 妈 您怎么来了 您怎么来了 怎么 不愿意我来呀 没有 您早就应该搬过来 说多少次了您也不搬 这么大房子 我一个人住着冷冷清清的 行 以后啊 我时不时的 就来看看我儿子 妈 你怎么进来的 我开门进来的呀 那没钥匙啊 我没有 有人有啊 阿姨 床店铺好了啊 姑子我回来了 这钥匙也不是备用的 是战备的 怎么说话呢 阿姨买了一些床上用品 想给你送过来 但是又没钥匙 我就和她一块过来了 钥匙不合适 我就把钥匙给阿姨吧 不用 你自己拿着 来 吃饭呢 不用了阿姨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啊 走什么呀 我是真有事 改天来看你啊 再见 坐下 坐下 你干嘛总对乔晓睿那样啊 不太喜欢别人 对我们家门锁呀 说捅就捅 说开就开 那她不是为了陪我吗 你说人家 今天在商场里 忙前忙后的 就跟一家人似的 妈 我跟乔晓睿只是工作关系 工作关系怎么了 男未娶女未嫁 那慢慢发展呢 还能转化成其他关系 要转化早就转化了 的话你别跟着瞎操心 我怎么就不能操心了 你一定要找一个啊 踏踏实实 能跟你过一辈子的好姑娘 我看乔晓睿 就是这样的人 最结婚过日子 与其你找一个你爱的 她不如找一个爱你的 你干什么去啊 吃饭呢 洗个手 你也给我准备一把 战备的钥匙 行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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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睿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如果方便的话 晚上一起吃饭 好啊 那我先出去了 孙律 这有个盒饭你吃了吧 冯律呢 他现在吃 邓曹操你在干什么呢 打算卫生啊 我请你来是当这个律师的 是助理的 不是来当这个打扫卫生的大妈的 性价比不对呀 可我也没什么别的活可干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现在的工作重点 是要去开拓市场找案员 我求求你 别成天在律所里晃来晃去 你要是去找案员啊 十天八天我见不着你我才高兴呢 哎呀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啊 报告 我有个主意 说 咱把公司搬到我家去吧 反正我爸爸妈妈也不在家 这样呢我就不用来这上班了 这的房租也可以不交了 谬论 你这说的就是谬论 虽然我们敬爱的鲁大律师 由于中风躺在了医院里 可是她的尊尊教导 我们是不能挂的呀 门脸儿 门脸儿 有门才有脸儿 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谁跟我们谈正事啊 这是五块钱一份的饭 是啊 鱼香肉丝 整个就是一鱼香胡萝卜丝 你没吃回扣吧 烂了 小敏 小敏 她真走了 她都走了四十几回了 会回来的 您倒点水吧 冯大律师啊 您成天在律所里 看这个时尚杂志 这里边能有什么 时尚杂志里边能有金规序 能有人民币 你成天在这儿看来看去的 那大公司就会上门 请您去做法务代表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来 喝水 邓曹操我请你来 不是当茶水小妹的 我是请你来就 我现在去找 生活质量啊 生活质量啊 急剧下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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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您这么长时间 好像是第一次请我吃饭 第一次请你吃饭吗 不会 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呢 绝对是第一次 是非工作关系第一次 是吗 我没记错 而且还是在这么 有浪漫气氛的地方 浪漫吗 反正我觉得挺浪漫的 你今天穿得挺漂亮的 哪有 这件衣服穿了快一个季了 只是你从来都没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龚总 你快点菜吧 今天我请你 你来点 你点吧 你是领导 不刚说了吗 非工作关系 别领导领导 来 你点 那我不客气了 谢谢龚总 不客气了还谢谢龚总 龚总 是 我也觉得 是 我也觉得 在今天这种场合叫你龚总 显得特别生分 没错 叫个别的吧 那我叫你什么呀 叫个龚哥试试 龚哥 不行 我还是叫你龚总吧 我习惯了 阿睿 你到北洋集团有多长时间了 三年五个月十七天一个小时 零四十五分钟 不会吧 你这么记时间 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每一个有纪念仪的日子 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了 如果我自己不记牢的话 别人是不会把我记的 对 今年给你们福利院 全线的东西送过去了吗 送到了 谢谢龚总 你每年都记得 不用谢我 应该谢谢你们福利院 替我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助手 小瑞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我在世界上能够顺风顺水 跟你的帮助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见了我 都会夸你 说我有一个很能干 很强悍的女助手 我可不想做什么女汉子 其实我内心深处吧 我特别想做一个小女人 想找一个我爱的男人早点结婚 然后结婚之后呢 我就不想工作了 赶紧生个孩子 我觉得因为女人最大的事业吧 不是工作上取得多大的成就 而是经营好她的家庭 照顾好她的丈夫 还有孩子 我觉得那才叫真正的幸福 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没说对吗 你真的这么想的 我真的这么想啊 那你要真是结婚了 那不是把我撂了吗 我不太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的 你知道在工作上我很自私 也很霸道 对不起 我打你电话 我突然想起一事 喂 关昊 你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 必须要走了 改天再请你吃饭 好的 您先忙 好 让你逃 看你逃到什么时候 这菜还没上你就走 我没想到你在生意场上那么狠 在感情上还更狠 可我记得你说 你对她还是有那么点动心的 可是当我有了想法以后 我发现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呀 心里有障碍 为什么 你这个女助理是你妈妈清点的 让你们俩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结婚 而你从心里上根本就排斥婚姻 不想结婚 所以你从内心深处就会排斥这件事 连同排斥她这个人 有点道理 为什么不想结婚 不想再离婚 那你怎么知道 跟她结了婚以后还会再离婚呢 我听你的描述 我觉得她是一个贤其良母 挺适合你的 我跟我前妻刚结婚的时候 她也是贤其良母 而且我觉得她也很适合我 婚姻的神奇就在于 可以把两个最亲近的人 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而且这种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房屋盛化 就像每一对夫妻的宿命 不管他们怎么开始 最终都是逃不开这样的结局 既然如此 何必重蹈复成 至高至明日月 知情知数夫妻啊 来 为咱们俩的前妻 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 叶长 三爷 叶长 三爷 汪总 您找我们有事 刘经理 孙子 从明天开始呢 我就不能天天都在这儿 我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 你们要遵守 别我不在的时候 就松懈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也是啊 你说您那么忙 也不能天天在这儿待着 是吧 不是 天天来 那意思就是偶尔还回来 没错 摩得说要是先给你 我用时候来从你要 那您现在就走 啊 我想去里面再站着 啊 收钱 紫困 你哪儿 赶紫困 哪儿赶紫困的啊 偷偷帽子啊 你赶什么钱啊 你不给我钱 我就不让你进去 你那小玩意挺不客 不让我叫保安了啊 权 骗子被人拆穿里 点羞耻心都没有 你衣服借的吧 车也租的吧 还真是演戏演全套啊 这么处心局里的干什么啊 阿姨你给口罚 这谁的孩子 姚饭都要在这儿了 干嘛呀你这人 这谁的孩子 干嘛呀这是 我妈这个傻子 我妈这个傻子 你干啥 这少年少年 这海啊 你干啥 这姚饭你都要 咱们小去了 你们怎么也不管呀 阿姨不来一下 对对